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四个州在5号举行了选举 虽然共和党预计输掉了肯塔基州州长席位 以及对弗吉尼亚州议会的控制权 但美国白宫6号试图淡化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的胜利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国务院第三把手政治事务副国务卿黑尔 6号就通污门事件出席闭门听证会 黑尔当天前往国会作证 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有媒体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黑尔会解释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突然被卸职后 国务院没有支持他的原因 据悉国务院认为此举会影响对乌克兰发放军事援助 并可能激怒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多名美国官员日前作出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证词 对此白宫高级顾问康伟反驳 指称这些议策无法作为弹劾证据 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通污门弹劾调查 下周进入公开听证阶段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6号表示 三名涉及乌克兰事务的现任和前任国务院官员 将分别在下周三和下周五出席首个公开听证会 另外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公开驻美国驻乌克兰代办泰勒 上月22号出席闭门听证会的证词 他指出在今年7月中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认识到 能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 以及可否得到近4亿美元援助 将取决于对乌克兰能源公司贝里斯玛的调查 特朗普曾指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次子亨特 没有相关经验而能够出任能源公司董事 明显有收受不当利益的嫌疑 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称 中美领导人就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会晤 可能会推迟到12月 目前双方就条款和签署地点的讨论仍在继续 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仍有可能无法达成 但也很有可能达成 中方近期提出的进一步取消关税的要求将会被讨论 预计不会损害第一阶段协议的进展 这位官员还透露 会议物的建议地点有十几个 包括欧洲和亚洲的地点 另据财经媒体CNBC报道称 特朗普将于下个月3-4号到伦敦出席本月峰会 伦敦也可能是个选项 而据福克斯商业新闻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已向中方询问中国领导人的日程 已安排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间和地点 总统特朗普政府本周表示 12月将开放标租阿拉斯加州北极地区近400万英亩土地 共作石油开发用途 政府并承诺未来会开放更多土地以共开发 美国土地管理局宣布 12月11日将举行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年度石油与天然气租赁权拍卖 这将是土地管理局为该区举行的第15场石油租赁权拍卖 土地管理局也即将完成一项计划草案 准备推翻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保护措施 报道称此前的相关保护措施 让这块2300万英亩的国家石油储备区 有大约一半不得进行石油开发 理由为必须保护北美驯鹿 候鸟 以及对区内原住民和国家而言很重要的其他资源 特朗普政府与石油产业则主张 奥巴马政府计划的限制过多 必须用新计划加以取代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解了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洛杉矶市近日成为美国第一个被指定为蓝色社区的城市 作为成员之一 洛杉矶承诺该市将水和卫生设施视为人权 促进安全用水和废水处理事物 并在市政活动中逐步停止销售瓶装水 蓝色社区项目始于2009年 是蓝色星球项目加拿大理事会和加拿大公务员联合会 共同发起的 该联盟为沿海地区企业和组织提供了通过自己的可持续性努力 以保护改善和恢复沿海生态环境和海洋环境的机会 目前海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 包括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的影响 除非加强保护海洋和促进海洋可持续性的政策 否则烟害社区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蓝色社区联盟正在通过海洋清理项目 提高海洋素养、生态系统恢复 以及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来应对这些问题 波音公司本周向美国宇航局NASA提交了登月着陆器的设计方案 称其实现了可用最少步骤在月球着陆的着陆器 NASA将在各个竞标公司的设计中 至少选择两款并由各公司进行研发 第一家研发完成的公司将有机会在2024年 将美国宇航员送往月球 第二家完成的则在2025年执行任务 而波音公司的设计是利用NASA的重型火箭 开发了一种前往月球的最少步骤的方法 可将任务复杂性降至最低 同时提供最安全、最直接着陆月球表面的路径 报道指出波音公司的登月器将在2019年12月 在即将进行的国际空间站轨道飞行测试中 得到充分证明和验证 NASA表示最早将于2024年将宇航员送往月球 在加州奥林达万圣节RMBNB豪宅派对签案发生后 RMBNBCEO布莱恩·切斯基周四向员工发送公开邮件 详细说明了该公司在签案后采取的步骤 切斯基表示该平台将开始评估RMBNB上全部700万个房源 目标是在2020年12月15日之前对每个房屋和房东进行验证 从2019年12月15日开始 如果用于预定的房源不符合标准 RMBNB会让用户重新预定其他等价或更高价值的新房源 或是退回全额款项 奥林达的万圣节派对签案造成五人丧生 另有多人受伤 惨案发生后 该公司的CEO誓言要打击所谓派对屋 目前RMBNB对派对屋的定义仍不明确 周三 美国第二大零售商Costco宣布将与送货出创公司Instachart合作 测试向会员免费配送处方药的新政策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个试点项目目前仅限于加州和华盛顿州 服务包括将会员每月预定的药物送到家中或办公室 在Costco目前推出的试点服务中 对于价格在35美元以上的订单 送货将是免费的 但小费则不包括在内 Instachart会按订单价格的5%收取消费 如果药物价格没有达到免费送货的门槛 消费者可以选择付费送药 最快的送货上门时间是一个小时 分析人士称 此举将有助于Costco与另外两家零售业巨头 亚马逊和沃尔玛展开竞争 目前这两家公司都涉足了处方药配送领域 加拿大方面近期当地9所大学和10个传媒机构联合 对加拿大的饮用水水质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 结果显示加拿大一些大城市的自来水含千量超出安全标准 可能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调查报告指出 在2014至2018年间抽查的1.2万份饮用水样本中 有三分之一的饮用水含千量超出规定上线 涉及的城市包括蒙特利尔 奥克维尔等 研究人员还在32个城市一些居民家中抽取饮用水化验 在260个家具饮用水样本中 有大约39%超出目前的安全标准 专家表示若长期饮用含千量过高的水 会影响小孩子的智力发展 也会令人患上高血压 心脏病等疾病 有分析称导致饮用水含千量过高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输水管的老化造成的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